原标题 圣段起降 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之前的内阁纷争 1945年 日本侵略之路已经成了强母之末 中国军队的湘西大捷 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的攻击 加之美国对日本本土黄岛和长期两颗原子弹 日本政府焦头烂额 8月9日上午 日本政府六巨头会议紧急召开 一向首先观察军方风向的林牧首相 这次完全没有揣摩录像阿门的意思 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在目前形势下 我认为唯一办法是接受不辞坦公告 结束战争 关于这点 我想听听诸位的意见 一向叫嚣黄傲的日本人 此时却死一般的寂静 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强硬和鼓噪 但是路向阿南却始终紧绷脸上的肌肉 军方的权威是靠战争和侵略造就的 没有了战争 军方将领将一前不值 东乡外相看出了阿南外表下的桀骜 于是向阿南发问 军方能拿出任何导致胜利的希望吗 你能防止敌军登陆 马 我们需要的是本土作战 阿南紧咬的牙齿 蹦出几个字 参谋总长梅金与阿南的意思如出一辙 要是运气好的话 我们能把入侵的部队大步歼灭 给敌人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 东乡冷冷发问 那又怎么样呢 敌人会组织第二次 第三次进攻 你能阻挡吗 上午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 毫无成功 下午继续召开会议 军方主战派和主将派纯枪射箭 但是 以阿南为首的军方态度强硬 大和民族深以投降为耻 前线的陆军不会乖乖听令潜在 黄军是不会放下武器的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 八个多小时的辩论 仍然毫无结果 双方都清楚在僵持下去意义不大 最后双方一日同意 恭请天皇圣段 晚上十一点五十分 内阁成员应天皇召见 一行人默默地步入皇宫的防空室 在天皇面前 双方一如既往地对峙 一如既往地唇枪射箭 其实 天皇的召见类 得知前已经心有定论 在清了主战和主将双方激烈争论后 天皇缓缓站了起来 声音哽咽 朕已认真考虑了国内外局势 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 涂使无辜涂炭 文化摧残 导致国家灭亡 尤其原子弹出现 后果更为严重 为此决定结束战争 言毕 掩人缓步而出 满屋一片污液之声 翁然而起 军国主义的种子有存 中国人要不忘国齿 不断壮大自己 国防强 经济强 这样才能不被欺凌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